大师兄真的要去打冰雨巨魔吗 我们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 收割指极暗欲法杖不是武器吗 冰雨巨魔那个傻大哥 徒手照样把它干翻 真不愧是战神小师弟 你把收割者还有极寒欲法杖给我吧 你去徒手干翻冰魔 说了这么多 你不就是想要我手中的极暗欲法杖吗 每次打boss 你都关键时刻掉链子 极暗欲法杖给你了 我还怕冰追雨落在自己头上 真不是嫌弃你 你那个技术还真不如关战 打boss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我们吧 其实冰魔的战斗力并不高 只不过冰原地形的气候太冷 不穿防航装备的话 很容易被冻僵 现在有了防航套装 打冰魔就简单很多了 我发现了两朵雪莲 挖掉之后任务线还在奖励一朵 正好每人一朵 到时候可以给武器或者工具附魔必有 冰魔的智商真是令人堪忧 他不知道我们在他的上面吗 举着大拳头这是打谁呢 他在攻击大师兄 我们站的位置太高 不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 如果他能一直在这个位置 我就可以无伤打他 马上天黑 变得更冷了 我的小飞鼠已经冻成冰雕 要是爷爷给座级穿着装备就好了 我还是下去吧 全靠杰运法杖打起来太慢了 下来还可以用收割纸攻击 气温已经低到冰冻二级 可能要下暴风雪了 已经刮起来了 这下更冷 我担心防航套装不够抵御这样的寒冷 我的屏幕已经开始结冰 不知道会不会被冻成冰雕 小师弟我要准备拍照了 将你们大战冰魔的壮举留在相册 这波风雪刮的 照片都拍糊了 我就想知道冰魔吹冷气的这个技能到底有什么用 根本就没有一点伤害啊 他是让周围的气温降低 把玩家冻成冰雕 然后猛力击打地面将冰雕震碎 要不是我们都穿着防航装备 早就被冻成冰疙瘩了 变异巨魔真的好笨拙 近距离人冰锥都扎不中小师弟 真希望冰魔变强大一些 聪明一些 手段更多一些 你到底站哪边 怎么还替冰魔说上话了 身为boss被冒险家打败就是他的使命 任务献为什么会提示天外来客 到底我们是天外来客 还是冰魔是天外来客 肯定不是我们 人类本来就生活在弥拉星 冰运巨魔就是陨落在冰原的巨魔 我们也太穷了 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个矿 一无所有 是你一无所有 我可不是 绽放版本更新了11个新地形 我们一个地形都没去过呢 把战力品放上去后 就该出发寻找花海了 我想在玉金香花田安家 我要住在墨房里 这些原木民族怎么一直围着我呀 他们一直发抖一边说着什么 难道是想穿我的防寒套装 何菜头你可真是笨啊 看见村民头上的图案了吗 他们的伙伴被冻僵了 请求你去帮助他 他也没有告诉我冰冻的伙伴在哪里啊 找一找 一定就在附近 冰魔已经被击败了 也不知道村民什么时候被冰冻的 我去把之前的篝火堆挖过来 这个村民可能是冰魔第二侧 袭击村庄的时候被冻住了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那也太惨了 被冰冻了这么久 不会已经冻葛屁了吧 葛屁了就不会请求我们来解救他了 已经开始融化了 是一个拿着锤子的女孩 被解救出来 开心得像个傻子 像极了何菜头 这样的感谢方式是不是有些敷衍啊 给点吃的也行呀 这姑娘受信疯了吧 怎么一直追着我打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不就是给你拍了个照吧 也不至于一直追着我打吧 这就是你人品有问题了 你肯定拿箱子里的东西了 打你这个小偷 我的血条已经见底了 再打我可就要还手了 何菜头 我赌一百个物金你打不过 还好小师弟别忘了挖一百个物金 我都被他打死了 他还在揍我 但凡他是个野怪 也不会让他如此猖狂 来过好多车冰原 我已经忘记怎么堆雪人了 需要制作巨物手套 然后蓄力就可以了 遥远的海洋彼岸 牵绊着命运的风车开始转动 新的灾难也会随之降临 无知的冒险家 远航是幸运还是灾难 握紧手中的武器吧 小师弟不要瞎编鬼故事 给你一个巨物手套 快去堆雪人吧